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枪绝伏法那一天 他对于自己的犯行不但是否认到底 而且他甚至连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做出如此泯灭人性的财忍行为呢 而且这恐怕不是他所犯下的唯一一起的离开 事实上早在1991年 也就是在台中龙井分尸案发生前的12年前 陈金火他就涉及了一起女大生的失踪案 而这名女大生 是当年就读东海大学夜间部的许瑞分 他因为修机车认识了陈金火 因为陈金火他的机车行 就开在东海大学附近 而陈金火知道这孝顺的许瑞分 他会帮妈妈拉保险 所以有一天他就约了许瑞分 要到他的机车行去谈保险 但没有想到这一天过后 许瑞分他就人间蒸发了 而他的失踪跟陈金火有关系 这家位在东海大学侧门附近的机车行 老板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 平常话不多 但这一天他却主动地跟一个女同学说 要帮他弟弟买保险 许瑞分他在帮他妈妈拉保险 因为他妈妈是在高雄在当保险员 那刚好因为许瑞分每次要回宿舍的时候 都会经过东海大学 侧后门的时候 都会经过曾经我所经营的机车行 那许瑞分自己本身也有骑机车 那刚好就是因为可能在修理摩托车 这个方面互相认识 孝顺的许瑞分开心地打电话跟妈妈说 他拉到了一笔保单了 跟老板约好了 就在3月1号元宵节当天晚上8点多 就在机车行里头要签约 所以说当天那许瑞分也就一约去了 可是怎么等等等等 等到隔天他妈妈还没接到许瑞分的电话 那马上这个妈妈就很紧张了 隔天马上就从南部赶到东海大学来这边 怎么到机车行签约人就不见了 心急如焚的许妈妈 从高雄赶到台中报警后 急忙地上门找人 人呢赶紧问问机车行老板 老板曾经火个头不高 大约160公分 看到了警察上门 他没特别反应 那问这个陈金火 那陈金火说 有有有有 我昨天晚上是有跟你女儿约 但是来了说我印章没有 没有带印章 所以说那你女儿就 我们就没办法谈成了 那你女儿就离开了 保险没谈成 陈金火说他就出门了 他赶着去台中荣总 要陪太太产检 至于接下来许瑞芬去哪里 摩托车又为什么 还停在他的店门口 他都不知道 那按照民署的话 3月1号刚好是元宵节 那3月4号根本就没有 什么节日可以 这个有理由来烧 金子拜拜 这只是当时家属提出 很大的质疑 面对家属的质疑 警方的咄咄逼问 陈金火突然他情绪失控了 陈金火的涉嫌相当的重大 但是他就在拍索 想要撞这个玻璃窗户 准备制裁 当年有媒体报道 陈金火说 他有精神疾病的证明书 警告警方不要再闹下去了 再吵的话 他就要威胁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再来又没有什么相当的证据 可以证明陈金火的涉案 那这个案子就搁置在那边 现年23岁的警口真理死 是在4月2号到台湾旅游 4月5号离开台南市然后失踪 他的母亲和妹妹 曾经数度来台寻找 都没有结果 刚好那个时候又接续发生 这个日本女大学生 警口真理死的案子 所以说两岸重叠之下 警方的这个警力 几乎投注在这个女大 这个日本女大学生 警口真理死的案子 所以说但且把这个 吉雷芬这个案子 列为失踪案 许月芬的摩托车 明明就停在 陈金火的机车行的大门口 但陈金火却两手一摊说 我不知道他人去哪里吧 当年受理报案的派出所远警 他们的态度也不够积极 所以家属只好致力救济 他们到处去张贴寻人启事 据说还被陈金火给撕掉 如果不是兴趣的话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 寻人启事给撕掉呢 不过许妈妈她不放弃 寻找自己女儿的希望 如果台中的警察 都不能帮她 那么她就往外去找 她四处地打听 透过了朋友介绍 最后找到了刑事局的唐国强 不过那已经是案发之后 两年的事情了 唐国强她回到了 机车行附近去看看 结果发现 那个地方在过了晚上八点之后 几乎是没有路灯 也不像今天到处都有监视器 所以这个案子的确很棘手 不过在监听陈金火的过程当中 却意外录到了这一段 她老婆和亲戚之间的对话 而这一段录音 能够证明陈金火 她都在说谎吗 对她很冷静 是说是说她那天两天 还有问题吗 你不能说 她也都很主力 你看她发生事情 她还是一样 一样做什么 好像说造成营业啊 两年过去了 但许妈妈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 她透过朋友的介绍 直接找上了当年 在刑事局服务的唐国强 因为刚好我那个时候 破了一个另外一个杀人命案 这个陈吉两三年的杀人案 所以说她大概 她从报章杂志知道 然后透过这个其他的友人了解说 这个案件你要找就要找一个 能够用心 能够去帮你抽丝剥茧的 唐国强听完了许瑞芬的案子 感觉的确非常棘手 尤其是时间又过了两年了 还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吗 说实在的唐国强 他也没什么把握 第一个要有刺激 就会有反应 那既然我要从几楼道的话 我是势必要到现场 再重新查访过 因为那边刚好是接近东海别墅 民国八十年的话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如果是在东海别墅那一带 几乎到了晚上八点以后 天色全部几乎没有路灯 了不起就是转弯街头 来个路灯而已 到了晚上八点 几乎这个店家全部都关门了 这个街上很少有人 很少人有走动 更不用想说会有监视录影器 那时候监视录影器 根本就还没有大量的流程 没有监视器画面 没有目击证人 更没有手机发话定位 唯一的线索 就是失踪者的摩托车 停在一家机车行的门口 但老板当年警方都问过了 唐国强还能够问出什么吗 还是很正常 他一点都不听叫 他只是说这个案子 失踪了那么久了 我们警方还在查证 说没有办法 我说 我也推说 他就是家属澄清他 那我们警方总是要再查一下 这个总是希望 这个把失踪的女孩子 能够找回来啊 对不对 站在家属的立场 我即使没有看到尸体 我也希望我的家属 这个失踪的女儿还活着啊 我们只想赶快把 这个女大学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失踪了 有可能被谁带走了 也许他人还活在世上 也说不定啊 唐国强不想打草金蛇 就当是一般的查访 希望陈金火能够提供线索 警民合作 没有错啊 我真的是有来谈这个保险啊 但是后来他怎么离开的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我太太参检啊 那我就去找我太太啦 同样的一套说辞 陈金火他再说了一次 但唐国强听完之后 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可不可以请这个陈金火 你再走一遍 就是当天你的流程 他走给你看 但是他就是说 从他跟许瑞温婚首之后 他是不是要到龙总 去看他太太残检 结果他后来说说 他没有碰到他太太 没有关系 我们也相信你 陈金火也很配合地按照路线 从机车航骑到了台中荣总 再骑回机车航 唐国强他发现了什么吗 那我们一核队才发现到 这个陈金火在这一段期间 将近有一个半钟头 到两个钟头的空白时间 这消失的一个半小时 陈金火人去了哪里 又做了什么事情 以为这么一问 陈金火会惊慌吗 没有 他只说他忘了 他本身大概决力不高 他的反应 虽然也不是很坏 但是他是很沉闷的人 遇到难处 不可能解释 异王他就完全打不 他几乎就保持沉默 就是看你警方有多少证据吗 第二个 陈金火又推托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 当时现地行刚好在盖房子 陈金火的机车行的 前面在盖房子 他说晚上啊 这个公寮里面很多工人 就住在里面 有人在里面喝酒 搞不好有可能就是 就被这些公寮的人 喝酒的人拉进去了 就推锁给这样 那这个大楼都已经盖好了 那我现在怎么再去 这就是查证 陈金火吃定了警方苦无证据 而唐国强也只能够想尽办法 不断地刺激陈金火 为什么我会想要 把被害人的照片放大 特地去他家里面 放在他的夹暴里面 当然就是希望他 这个如果在惊吓之语啊 会不会产生一点 暗悔之心啊 如果我们依然看到 被害人的照片的话 是不是这个人啊 心态上 他会想到说可以去膜拜他 我总不能大剌剌的 就拿着照片进去 然后让陈金火看 所以说我必须 知道他那个家要上二楼 这个楼梯啊 旁边都是他归放报纸 那报纸很多是夹报嘛 对不对 会有广告纸之类 所以说我特别把这个 放大的照片啊 就在当天的报纸啊 这个夹在里面 但最后埋伏了一天一夜 陈金火一点动静都没有 导师在监听的那一端 听到了惊人的突破 王天不负苦心人啊 我们后来做了这个刺激 真的就有反应了 大概过了两个月 他的这个另外一个远房的亲戚 大概就是住在 这个台中县的这个新社 在新社乡 一个亲戚打电话 怎么警方又在通知要查 两年前的案子啊 那当时啊 这个在机车行外面啊 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们去要不要讲出来 陈金火老婆就跟他 时间过那么久了 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啦 你就不要去警方那边 因为我们有发通知书 所有的相关人等 我们都再来做一次约谈 结果他们既然就讲出这一段话来 终于录到了关键的对话 这下子陈金火赖不掉了吧 哇 这个当时这一段攻速啊 跟以前陈金火的攻速 完全不一样 因为陈金火从头到尾都说 他只单独跟徐雷文碰面 碰完面之后 徐雷文怎么走的他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离开店了 所以说我们后来 单独把这个陈金火跟他的老婆 单独在约谈到刑事局的时候 我们就是准备好资料要来跟他喊 在他们的夫妻两个面前 把这个录音带 有啊 哇 夫妻两个人脸色大变 我们就想 这个案子应该要侦破 应该会讲出来了 表示陈金火他太太 也知道这件事情啊 是不是 所以说两个人给牙口无言啊 看到了陈金火夫妻脸色铁青 唐国强心想就差临门一脚了 准备要来突破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想 是不是要利用亲情啊 来去感化他 因为当时这个陈金火的哥哥 有陪他来 那我们想就 我后来就是跟陈金火的哥哥谈 说这样啊 这个你弟弟啊 有可能到底涉案的程度怎么样 现场一定还有一个人 但是唐国强太过自信的是 他忘了录音 他忘了录影 他以为哥哥会在这个 没有录音录影设备的小房间里头 对自己的弟弟 小以大意吗 哪知道 等到他哥哥跟他谈完之后 我们再真信陈金火的话 他真的讲出来 但是他讲出了 又是他自主的一道 他就说 不好意思 欣景先生 我以前都是说谎 没有错 当时现场 除了我跟许瑞温之外 还有一名 这个拉电动玩具的业者 他一直要来找我在我店家里面 摆放这个小玛丽 就是那个早期一年代的那种 放在店家里面的那种电动玩具 他说我不愿意 但是对方啊 这个拉业务的 出示一把左轮手枪 他还可以记得到 两年前的 他可以记得出 说那一把左轮手枪的枪 就是因为他有枪 所以我才不敢供出 当时他也在现场 可能就是他把许瑞温带走的 好 那我们后续也依照 陈金火所供述 也去查这个 到底有没有这把左轮手枪 到底有没有被警方查过 当然后续绝对查不到这把手枪 陈金火把许瑞温的失踪 通通推给了 那个手拿主人手枪的男子 但为什么两年前你不说呢 刑事局有专门测房组 来做他的测房 那他们会出题目 就是有关于 知不知道许瑞温的下落 知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许瑞温是不是活着还死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由测房组 他们会有专人来去做 他们出具的证明是证明 这个陈金火是说访 而且涉案可能性相当的高 当然有可能只是没有被发现 因为我们这个法律是讲述政绩 你没有政绩 你没法找到 这名字 这东西这类的类 都要找不到时间 所以没有办法去追到 因为他到陈金火那个地方就断线了 所以当然陈金火最有可能是 做这个爱情的行为 就是说我 我的人的心中和这个地方都放下 明明知道陈金火说话 却又找不到让他一刀毙命的证据 这个失踪案件让唐国强耿耿于怀 不论他调到哪个单位 他始终没有放弃 刚好我能攻发到这个省心大 我们再继续再去查访陈金火的时候 陈金火搬家 因为他知道警方在追他 所以说他就搬家 搬到新的地点的时候 我特别又再去查访 他又吓一跳 你怎么还在查 当然我就推脱他 我现在的人刚好不叫培中 所以说再来拜访你 顺便想了解一下 你还有没有后续 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我们警方查证 我们在84年查到的时候 他已经搬到 把机车行搬到中沙路 然后等到我们 87年 再继续约谈他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机车 中沙路的这个机车行 交给他的职职经营 只是让警方合理的怀疑 他为什么要老是搬过来搬过去 我是要让他知道说 我还在关注这个案件 因为要让他晓得 这个警方办案是稽而不舍 他的说辞跟托辞 几乎一模一样 那警方当时在怀疑他的时候 那更何况他第一次他会认为说 我跟警方交手那么久 警方也是对我没责啊 当然是站在这个犯罪里 他的心里的想法 他以为他的风险已经过了 更何况当时会来追他的 表不齐也不够就是你刑事局一个警官 再来追我啊 其他人没在追我了啊 没看台中县也没有人在找我啊 所以说他才会放下心谎 再次换下第二案件